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羊也是自由的 狼们妄想了千万年 都没有剥夺他们的自由 无银的绿色起伏连绵 形成了绿色大漠 千古一贯的荒着 荒得丰美仙灵 蓄意以他的寒冷多霜疾风 呵护经他苛刻挑剔过的花草树木 群马群羊群狼 以及一切相克相生 环抱更迭的生命 直到那一天 大草墨上的所有活物 都把一切当作天条 也就是理所当然 因此他们漫不经意地开销 挥霍他们与生俱来的自由 一边是麒莲山的千年冰封 另一边是昆仑山的横谷雪冠 隔着大草墨 两山遥遥相败 白头偕老 不过那一天还是来了 紫灰尘光里 绿色大漠的尽头 毛茸茸的一道虚线的弧度 就从那弧度后面 来了一句句庞然大物 那时候 这里的马羊狼 还不知道大物们叫做汽车 接着 大群着一贯的直立兽来了 于是在这大荒草墨上 在马群羊群狼群之间 填出了人群 人肩膀上那根东西是不好惹的 叫做枪 枪响了 马群羊群狼群懵懂江丽 看着倒下的同类 还没有认识到 寒冷疾风冰霜 都不能再呵护他们 因为一群无法和他们 相克相生的生命 驻扎下来了 那以后 汽车没完没了的 再来背枪的人群 更是没完没了的 再来手脚带料 穿黑色衣服的人群 大草墨上的生灵 还有待了解 这是一群叫做囚犯的生物 正是这些失去自由的生物的大批到达 结束了他们在大草墨上的千古自由 黑潮一般的人群 满入绿色大漠 只带着嘴来 本着靠山吃山信念 来吃草墨 吃海子 吃溪流 自然包括吃大荒草墨上一切活物 后来他们发现 活物被吃光后 他们是不挑剑的 各种生物的尸首枯骨 他们都吃 马群羊群不久就明白了 成千上万叫做囚犯的生灵 把千古未变的草墨掀翻 洒下远方异地的种子 又发倒千岁百岁的洪流 用去烹煮他们可怜的收成 挖起草根下的泥土 累建起他们整集化衣 令兔鼠汉塔瞠目的窝穴 同时 枪声响个没完 枪弹的射程 结束在狼群羊群马群里 也偶尔结束在他们自己的群落里 叫做逃犯的人便是靶子 直到这个时候 马群羊群鸟群才悟到不好了 于是他们托儿带女的滚滚向西逃奔 呼啸着 人来了 黑压压的人群里 有个身高可观的中年男人 案卷里的名字是陆燕石 从浙干109监狱出发时的囚犯 翻号为2868 图形一栏填写着无期 案卷里还填写了他的罪状 那个时期 被几百辆嘎斯大卡车 装运到此地的犯人 有不少跟陆燕石一样 罪名是反革命 除了以上的记录 还有一些关于陆燕石的资讯 是案卷里没有的 比如 他会四国语言 会打马球 板球 担子 会做花花公子 还会盲血 所谓盲血 所谓盲血就是在脑子里书写 和下盲旗相仿 但比盲旗难的是 必须把成本成策的盲血成果 长久存放在记忆里 叫陆燕石的中年男人 就是我的祖父 他求福背上的2868番号 不久就会更改 刚到大荒草莫上 犯人会大批死亡 死于高原反应 死于饥饿 死于每人每天 开三分荒地的劳累 死于寒冷 死于代茶 后来代茶成了犯人们 最普遍的死因 每死一批犯人 就会重新编一次番号 五个月后 陆燕石从2868 变成了1564号 就在他番号改编 不久后的一个寒冷夜晚 陆燕石看见了 极其壮观的一幕 几百条狼的大迁徙 当时陆燕石跟管教干部 邓玉辉 正抬着一个冻死的犯人 钻出帐篷 突然听见远处 刷啦刷啦的响声 清亮的月光照在雪原上 几百只狼的灰褐色脊背 滚滚地从低洼处涌动 滚成一股灼流 远远到来的大嘎斯卡车 让狼也待不住了 惹不起躲得起的 开始了迁徙 三年过去 我祖父的番号 已经变成了278 也就是说 他成了严寒饥荒劳累 最难以杀害的人之一 这时 撤离的狼群又逐渐还乡 他们发现 叫做囚犯的人 总是他们未来的 或者说潜在的餐厌 囚犯们饲养了自己 狼们只需远远地毒手 等他们远远不断地倒下 干旱的湖滩 成了规模极大的坟场 而马群和羊群还在西迁 在他们中的大部分完成迁徙 陆续到达印度的时候 我的祖父陆燕石 正在西洋里走着 他拉着自己的脚掌 他身前身后 都是收工的囚犯 有二百多个 这时他假装拔鞋 想渐渐落到所有犯人后面 再悄悄摸到老改干部身边 好 很好 他的磨蹭成功了 他毫无必要地把鞋带系成一朵花 以免看见路面上 指导员邓玉辉跨手枪的影子 延伸过来 这是我祖父陆燕石和同类们 被迫进犯大草墨的第四个年头 正值人吃瘦的大时代 活物们被吃得所剩无几 都是谈人色变 陆燕石这个名字 在此地是被收藏起来的 和他的英国花泥大衣 一套民国初年的石头剂 被保管在监狱牢房里 这是一种特殊待遇 因此他那个由举人父亲起的正姓大名 和英国泥大衣一样成了特殊待遇 一般不被启用 尖里尖外 他一共有三个名号 一个是老陆 另一个是278 还有一个叫老吉 第一个名号偶然有人叫 因此他认领这名号时 总是诚惶诚恐 等待天打雷劈似的 等待和这称呼一同到来的转折 比如一年前的一天 他被称为老陆 接下去就问他 肯不肯去给几个干部的孩子补课 补课是个大好转折 使而能吃上一口额外的饭食 再比如几年后 他当统计员的好事 也是跟随老陆这称呼到来的 最典型的一次 是18年之后 政府的特赦名单下达的时候 他是被高呼着老陆 走出犯人的群落 走向场部的马车 再走出大荒草莫的 陆烟石在犯人里 最流行的称呼是老吉 老吉源自老卷 老卷是老卷毛的意思 刚到大荒草莫的时候 犯人们留一种特殊发式 前面剔涂瓢 脑勺上却续一座头发 陆烟石的卷毛脱在脑后 像不太健康的绵羊蚁了 1959年 北京来了个公安部首长 视察七大队时 发现强暴上的字写的不凡 问是谁写的 回答是老卷写的 首长听成了老吉 笑着说 老吉 这戳号好 地妇反坏加上美奖特务 漏网汉奸贪污发 编了号牌下去 叫个老吉多方便 把老吉往哪插队都行 于是人们便老吉老吉的叫 叫了下来 邓指此刻站在他面前 矮矮地充满耐心 等着老吉平定高原缺氧 引起的喘息 同时复原蹲下拔鞋 造成的体力亏空 然后我的祖父陆烟石 就开口了 第一章 场部礼堂的电影 老吉看着邓指 莫属自己嘴里正在重复的字眼 去 去 去 好 够了 这个去字 通过他松动的门牙 一共送出去五次 第五次 陆烟石哆嗦一下 像真正的无救的口吃患者那样 来了个寒净 把最难起口的字眼 从嘴里抖落出来 场部礼堂 是他前半句话里 最致命的几个字 整个去字连接起来是这样 我必须请假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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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部礼堂 五个去字 为他赢得了时间 察言观色 见风使舵所需要的时间 容他根据邓指的反应 及时编辑修正夏文的时间 陆烟石看见邓指的眼睛里 没有坏脾气 无非有一点恶心 正派人物对于反派的正常生理反应 何况对一个十年前陪绑沙场 给下诚语言残疾的反派 邓指的全称是邓玉辉指导员 第三劳改大队第七中队的高干 场部礼堂四个字不容置疑 毫不商量 邓指犯着微红微肿的单眼皮 表示他允许这个年近六旬的 结巴老球往下说 说说他为什么请假去场部礼堂 而且还是必须 很好 可以继续 老几观察的邓指 同时给自己的表演做鉴定 从他陪绑沙场到现在 从来没人怀疑过 陆烟石的口吃是一场长期演出 正如邓指此刻也正在上他的当一样 赏给他一分超长的耐心 等他解释他凭什么用必须 这样没上没下 没大没小的词汇 老几在重复去字时 已经根据邓指的脸色 把下半句话编辑好了 那些口无遮拦的人多么不幸 一句不当的话吐出口 很可能就救不起来 落地即死 接着他说场部礼堂 正放映一部有关根治血吸虫的科教片 片子里的主角是他的小女儿 小女儿叫冯丹绝 从1954年1月30日开始改姓 冯是他母亲的姓 口吃只允许他十分简略地讲述小女儿的成就 他的真话于是被省下了 那个最后目送他被押向球车的小女儿 当时是大学一年级生的单角 正跟女同学在弄堂里打羽毛球 没有拦网 水门厅地面上画的一根粉笔线就是拦网 父亲就那样走过来 走在一左一右两个警察中间 单角捡起羽毛球 抬起他19岁的脸道 看父亲从他画的蓝网上跨过去 父亲唯一能做的 就是把腕子上的铁铐 向英国泥的大衣袖里缩缩 铁的刺骨冰冷 在他的手腕上留下了永久的灼伤 这就回到那五个被牢记重重强调的去字上 五个去各个必须 所以他请求邓指务必恩准 然而一阵沉默来了 沉默从十二月高原的无边灰白中升起 稳稳扩展 在下沉的太阳和上升的月亮之间漫开 一大一小两颗黑刺立在五步外 细密的金枝在沉默中一动不动 老几突然发现邓指的鼻孔黑黑的 跟所有犯人一样 邓指今早洗脸没照镜子 把昨晚灯油烟子熏黑的鼻孔 流到了今天的脸上 原来邓指这样的高干家里 也用拖拉机漏下的废柴油点灯 跟监浩里一样 老几精心编辑的话 通过纯指舌的一个个人为刻板 被送出口腔 还是落地即死 救不起来了 他也成了骆驼刺 挺着繁密一折的神经 一动不动 突然的 邓指爆出一个多牙的笑容 饥荒使人们珍惜的笑容 显得多牙多皱 原来邓指也不例外 邓指问他是怎么得到消息的 妻子信里提到的 妻子冯婉玉三年里的一封封信 主要内容就是小女儿 从小女儿怎样考上生物学博士开始讲 讲到她成为科教片里的主角 讲到电影获了科教片大奖 要在全国各地的影院礼堂广场寻应 因为毛主席说的 一定要根治血腥虫 电影的名字都是毛主席起的 借问温神玉和网 他一面说话 一面在心里吆喝自己 听住舌头太流利了 十年的成功伪装要功亏一篑了 但他顾不上 万幸邓指没有留心 他看着他对面的老球 老敌人心平气和 却在一个冷不防的地方 突袭了陆燕石 打断了他的话 说他操老陆啊 毛主席真给那个电影起名字了 陆燕石说 有诗为证 七律宋温神 1958年7月1日写的 因为毛主席看了头天的人民日报 报道的渔江县 消灭了血腥虫的消息 邓指又在半腰上打断他 说老陆啊 你女儿怎么这么没气 长得排排长长的 摊上你这么个温爹 陆燕石这时的心 给两生老陆弄画了 画的眼里全是热泪 动得又别又硬的两个眼珠 开始热胀冷缩 钻心的痛 邓指接下去告诉他 他们早就知道 科教骗了的女主角是谁 组织上耳聪目明 什么不知道 不过如果他要是老陆 就不费那事 兴事动众请假 不就是电影里的女儿吗 看了也是你认他 他不认你 有什么看头 还要组织破例给你批假 口日老陆 你打听打听 农场建厂四年 都批过谁的假 有没有为这种事批假的 陆燕石马上不作声了 做了十来年犯人 他没有吃涨十来岁 跟干部硬上不行 不准许已经放在那 你非要硬上 跟他讨出准许 能讨到的最温柔反应是没趣 正常情况下 能讨到的是臭骂 带纸镣 罚柜 或者罚饭 被罚掉一顿饭 在一九六一年的大荒草莫上 仅次于死刑 耽误您时间了 陆燕石支趣的笑笑 等待邓指挥挥手 叫他开路 跟上队伍 邓指却又笑了一下 邓指是个没什么笑容的人 好多年不笑 这一会儿就笑了两次 笑超额了 邓指一身发白的军装 肩膀威怂 好让那件军大衣布滑落下来 邓指转业的时候 恐怕把半个军需裤房都背回来了 穿不完的军装 老婆孩子都穿 穿烂了 打军用补丁 再烂就做军用抹布 胡军用鞋胳膊 偶然瞥见邓指家门口晒出来的鞋胳膊 军用破布色泽浓淡不一 可以做十年来解放军军装史标本 笑还没散进 邓指说 他看那科教片看了四次 别的新片的没到 就这一个血腥虫 占着李唐的荧幕 每天晚上放映一遍 不过主要还是看老陆女儿 想看看她是怎么长的 这么像狗日老陆 老陆可是个美男子 要不是当反革命 给弄到没人烟的大草墨上 还不得欠一屁股风流债 我感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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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